民国101年10月15号 当年桃园县府卫生局举办创意健康瘦授权影片征选 总共有244部影片参赛 精品学后最后挑出11部优秀作品 其中龙潭高原社区将瘦授权结合了创意有氧拳机 充满热情活力的表演 让龙潭高原社区一举获得创意影片第一名 当年得奖的11部影片中各年龄层都有 还有医生团队加入 最特别的是就连民意代表都组团参加 当年桃园卫生局表示 每个人一天需要中等强度运动约30分钟 健康受授权虽然不到4分钟时间 但一天跳2到3次 就能有效减少100到150大卡的热量 每天不断的跳包准健康幼苗条 而当年高原村长也以自己为案例 说自己每周2、4都在集会所练习 半年下来瘦了6公斤相当有成就感 桃园卫生局期望借由健康受授权 养成民众每日运动的习惯 记者综合报导